大家好,我是韩伯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考试和演奏中最容易忘谱的一种曲子 副歌曲 它的练习方法和步骤 副歌曲呢,它也有很多 比如说最经典的 我们每个人都谈过的八个平均率 上下册两册每一册有24首 还有些副歌曲呢,它是隐藏在曲子里面的 比如说贝勒芬的作名曲 它的晚期作名曲就很喜欢在乐章里面用到副歌 近现代呢,也会有很多作曲家会用到副歌 比如说八博作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 肖斯塔克维奇,它也写了一套24首的前奏曲与副歌 也是非常的艰深,非常难 那我们今天来挑一首难易程度比较适中的 八个平均率上册的第13首的这么一个三声部的副歌 来作为例子,来讲一讲副歌应该怎么练 那我们简单的把它分为六个步骤或者是六个重点 第一步呢,就是找主题 第二步,找主题的触见 第三步,分声部练,一个声部练 第四步,分声部练,两个声部练 比如说一声部和二声部 一声部和三声部,然后二声部和三声部 第五步,慢练 第六步,练重点 那些疑难杂症的地方 好,第一步呢,是要找到主题和 所有主题再次出现的形式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答题 那打比方说这首曲子 我们就先把第一个主题给它画出来 然后开始找它的答题 比如说二声部,这个主题就进来了 第三个声部,主题也进来了 我们现在就把所有的主题都标出来了 我们只是简单的标了一下 没有标那些变形的主题是怎么变的 即使是只有这么简单的标记一下 我们也能够对这整首副歌曲 有一个更清楚的视觉上的认知 比如说主题都出现在哪里 哪里出现在比较密集 分别出现在哪些声部等等 第二步呢,是要找到这个主题的 指法,分句,触见和音色 因为之后主题在每次出现它的触见 音色和分句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主题呢,首先它几乎全部都是连奏 其次呢,在颤音的地方我用的指法是二三 因为这两个是我最灵活的手指头 然后它在第二个小节里呢 它有一个略微断开的这么一个走势 然后再接起来 好,后面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弹法 第三步是分声部练 好,注意这里的分声部练啊 我们要用对的指法和对的手 那对的指法好理解 对的手是什么意思呢 对的手就是中间这个声部 第二声部 它有时候这些音是在被右手弹 有时候这些音在被左手弹 我们要严格按照到底是右手还是左手弹 的这个规则来练它 否则就是白练了 好,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先练高声部 然后我们再练中间这个声部 注意一开始是左手弹 右手 最后我们再来单独的练第一声部 第四步呢是要分两个声部练习 注意这一步需要非常耐心啊 可能会花一些时间来习惯 那么注意在分两个声部两个声部这么练的情况下呢 它里面还是会分两个步骤啊 第一个步骤呢是一个手弹一个声部 第二个步骤呢是按照谱子上的标记 该哪个手弹哪个声部就哪个手弹哪个声部 所以有时候可能右手要弹两个声部 或者左手要弹两个声部 那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 比如说这个开头我们先来练高声部和中声部一起 分两只手来弹 不管是写给哪个手我们都分两只手来弹啊 注意从这个地方开始 本来两个声部都应该用右手弹的 但我们暂时先用两只手来弹两个声部 第二个小步骤呢就是 还是高声部和中声部的二声部练习 但是我们完全严格的按照谱子上的标记 该右手弹右手弹 该左手弹左手弹 注意从这个地方开始 两个声部都是右手弹 右手一只手要控制好两个声部的音色和层次 第五点要注意的呢 就是要慢练 一定要非常慢的速度练 练副歌曲最忌讳的就是急躁 慢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慢到一个你的脑子 要跑得快于你的手指的速度 有时候我们弹琴哇哇哇 就看着谱子顺着就弹下来了 也不知道在弹什么 这个时候呢就是手指快于了脑子 对于副歌曲这种肢体这么复杂的曲子 如果一开始没有好好的慢练 扎扎实实的把每个声部捋顺了 那么后面的比如说背谱呀 比如说你上台紧张啊 都会出现很大很大的问题 第六点呢是去练那些重点的疑难杂症的地方 打个比方说啊 我画五角星的这个地方呢 它中间这个声部的主题 隐藏的特别深 特别不容易把它弹的比较突出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重点练这个主题 进来前和进来后这几个小节 如果觉得慢练还是练不好怎么办呢 好我们又回到那个分两个声部练 我们先用两个声部分两只手练 然后是还是两个声部 但是该一只手的时候用一只手练 这些就是今天对副歌曲 要如何练习的一个分享啦 练习副歌曲呢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有耐心 切记急躁啊 我记得这首副歌曲呢 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弹的 那个时候呢 老师就告诉我 你一定要耐心慢练 分声部练 前两个星期不许合在一起 不许加快 我那个时候也比较胆小 比较听话 老师说上怎么练就怎么练 我就耐着性子这么熬了两个星期 当然两个星期的这个时间限度 是因人而异啊 但是熬完这个时间呢 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用 后来不管是考试啊 还是什么的 它就没有出过差错 我觉得它就是深深的烙在我的脑海里了 以至于这两年吧 我有一个学生在弹这个 然后我要给他示范 我弹完以后 学生就问我说 老师隔了十几年了 你怎么还记得这曲子呀 我说因为当初慢练 分声不练 这个记忆太深刻 所以希望在练习副歌曲的你们 也要有这个耐心 好那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给我留言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